我是不曉得他一面打電話一面 結果我不知道他看到情景有困難 所以他們要請總統 那為了他們新移民 那兩題比較厚 加益爭取的 加益不定的我都一定不會犯覆 會爆料 因為常常有很多的事情 都要做直接的口頭 會比較快 總統其實 我是不曉得他一面打電話一面 這個我不知道 只是有時候因為像防御的時候 或者是在一些通財政策 看到情景有困難的時候 他們要請總統 那為了他們新移民 那兩題比較厚 加益爭取的 加益不定的我都一定不會發揮 那其實也不是只有他們總統 像美鳳部長 院長還有 我們的行政院副院長 我常常跟他們 電話來講我跟黨 因為現在也有一點年紀 怕忘記了 所以慶慶慶慶 就是有事情 碰到問題的時候 就要馬上解決 所以台積電在投資的過程 其實又有很多是跟中央部會有關的 那在讓我們這種比較大的分析 那當然要能夠非常的加快腳步 那所以當然很多事情都是要整號 雄圍合一方做到的 所以像台積電打 其他的這些配置的一些像材料 還有零組件 還有設備的政協手上 那當然要一起 那有一些跟部裡面 或者跟 有一些跟總統或者是跟 這個 行政院副院長比較熟的 我們就直接就 可以請他們來幫忙 有些部會的行動 所以台積電來 其實我們這樣一起工作 已經超過半年以上 大概一個禮拜都開會一次 或者是 我們半一次 定期的規劃 都入入宿宿站照看 那中央其實也是這樣 有時候 還是要請行政院把這些部會 譬如說水啊 電啊 整個這些部會 他在一起把部門 給一個比較有效率的名牌 這樣才會在 我們一起在裡面 他們都開始 到公司的見證 對不對 對 對 實在是 我把導臉 爆料我把導臉